第三個三題 在右圖的電路中 已知燈泡L1、燈泡L2和電阻器R 都遵守歐姆定律 当富融按下开关K1、K2和K3后 燈泡L1和L2都会亮 安培器偏转 后来富融打开K2开关 只按下开关K1和K3 则相较原先状况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当我们把这个全部都连在一起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并联的电阻 所以电阻比较小 当我们把我们的K2打开 只能按到K1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并联的电路 我们电阻就会增加 当我们总电阻增加 我们总电流就会减少 所以流金安培剂跟流金电池的电流都会变小 所以选项C跟选项猪都是叙述对的 我们就不选 那么我们的东西都遵守歐姆定律 欧姆定律的电阻为一个定值都不会改变 所以选项A也是对的 我们不选 那么选项B是错的 我们要选 因为它的电阻不会改变 不会变大也不会变小 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灯泡L1电阻变大 下列叙连大